毛衣喔 如果不穿毛衣會怎麼樣 好 生氣 好冷喔 沙納紅毛衣的故事 讓孩子在越變越冷的天氣中 懂得如何穿衣服 來 把手伸出來 一 二 三 故事中沙納的毛衣卻被拉破了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志工準備了特殊道具 你在幹什麼 我在縫衣服 紙片做衣服照著洞口學縫紉 以後就算沒有大人幫忙 也可以自己幫助自己 就可以來這邊吃布還有踢衣師 還有 你要怎麼吃布 有可能 還可以在這邊寫功課 所以你下次要怎樣 還要再來 這個我到餐廳的時候穿過鞋好不好 適不適合 不禮貌 太棒了 不禮貌 活用道具教導小朋友生活常識 客服生動的課程讓小朋友進步順速 這些小孩都是隔代教養 而且有些是爸爸媽媽往生的往生的 所以小孩子都 他們阿公阿嬤都托過我們沙巴協會 我們這些小孩子真的改變了很多 沙巴是太魯閣族語中家庭的意思 結合各方資源守護富士村這個大家庭的孩子們 在課後趣味學習不學壞 大家新聞珍珊美之公李玉蓮花蓮報導 接下來是